这是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无法想象的画面 一锅几乎看不见米粒的西州 却有一群衣衫男女的灾民排队等着领州 虽然这晚西州几乎与清水无异 但来领州的老人没有丝毫的抱怨 小心翼翼地护着这碗来之不易的粥离去 小男孩打了一碗 他忍着没喝 一边小跑一边喊道 男孩小心地端着西州快速穿过人群 可等他将这碗救命粥送到奶奶嘴边时 已经为时已晚 奶奶早已没了生机 天真的男孩还以为奶奶只是没力气张嘴 他捞出碗里仅有的几粒米送到奶奶嘴边 可奶奶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男孩不明白为什么奶奶不吃粥 来视察灾情的刘统旭将这一幕全都看在眼内 他强压下心中的心酸 用尽可能平稳的语气对男孩说道 孩子 自己吃吧 你的奶奶已经死了 男孩小小年纪就已经知道死的意思 他在这里见过无数人被活活饿死 唯独没想过奶奶也会这样 他不舍得趴到奶奶身边 好心的慈民将男孩抱走 奶奶的尸体被两个年轻人麻木地抬走 随手就扔到旁边的尸体堆 活人和死人在这里只有一墙之隔 饿死人这种事每天都会在他们眼前重复上演 灾民们早已见怪不怪 可身为内阁学士的刘统旭却看得心惊肉跳 而横施遍野的场景更让他愤怒 他火速召来周长八总审时 质问他把朝廷拨下来的赈灾粮食都葬哪去了 都在库里 下官特意派了八个弟兄守着呢 我问的是周长 每日派运到周长来的赈粮都在锅里 刘统旭不再废话 他静止走到施州现场 扔下去一大把筷子 筷子全部飘在水面上 又拿起勺子在锅里搅拌捞起 这哪是周 这分明是谁 刘统旭质问沈时 这么一锅西汤寡水的东西 让战都站不稳的鸡民们吃 这还算得上是救命的周吗 你对得起那些饿死的鸡民吗 你对得起皇上对你的信任吗 可沈时却问心无愧 人多米少 如果锅过都是厚米粥 这周长不出三日就办不下去了 比起所有人都饿死 沈时直言自己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 刘统旭此时怒火攻心失去了理智 他认准了沈时贪污震灾米 才导致灾民们被活活饿死 沈时说的话他是一句没听进去 只觉得沈时一定是在狡辩 而自己则是站在道义制高点 沈时百口莫辩 只能跪在地上认错 说自己这就去扛米 按照朝廷要求去熬一锅 可以插得住筷子的厚重 可刘统旭杀意一绝 他告诉沈时已经吃了 即便是刘统旭请出王命棋牌 沈时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自己一心为国为民 实在是周场无力承担大量的机民 才不得已而为之 而一向已清高自诩的刘统旭 这次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他斩首示众 不敢置信地沈时再次确认 刘大人你是在练我沈时的胆吧 亡命棋牌之下 喜能而戏 我沈时和弟兄们都是冤枉的 终于在山东境内的一处 积在多年的乡间 身为内阁学士的刘统旭识破天惊地喊出了 钱龙朝的第一个杀字 这是一道送命题 按照大经律法 周场发周筷子扶起人头落地 而你作为灾区一把手 你是否会为了所谓的规矩 诸几天能插得住筷子的后米粥 然后让数万鸡民饿死 周场的一把手沈时心中充满了疑惑 自己兢兢夜夜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反观钦差大臣刘统旭的眼里却没有一丝波澜 沈时希望在临死前能再见老母亲最后一眼 可刘统旭不想让这个人多活一秒 直接拒绝了这个请求 此话一出刘统旭有了些诧异 只见一位衣衫男女的老人不履盘身地走到沈时面前 此时的沈时不再是人民面前坚强的父母官 只是一个不能对母亲尽孝的孩子 他对母亲充满了愧疚 自己身为周场一把手 却连自己母亲的温饱都保证不了 让他天天跟灾民在一起排队喝没有米粒的西州 怀着对母亲的愧疚 沈时硬生生地咬下来一块自己的肉 吐到了母亲的碗里 母亲知道儿子是被冤枉的 他内心又伤心又绝望 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母亲 拿起自己手中的筷子直直地插进了自己喉咙 众人都被这一幕给震撼得无以复加 但老母亲的含恨儿子并没有改变刘统勋的想法 他坚信自己的判断 沈时就是一个大贪官 你不该随你有罪的儿子走啊 沈时错了吗 他只是想让尽可能多的人活下来 沈时将存粮库房的钥匙逗了出去 请刘统勋大开查验 可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刘统勋并没有理睬 非要先将沈时等21名官员斩首示众 祭奠那些饿死的灾民 一声斩字过后 21名官员全都人头落地 刘统勋拿着沾满血污的钥匙来到存粮库房查验 可里面的景象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偌大的粮仓竟然空空荡荡 连一粒米都没有 此时的刘统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原来沈时并不是贪污故意煮清水粥 是朝廷拨下的镇在粮食 根本就没有全部运到粥厂来 刘统勋一声自诩青年正直 如今却因为自己的上讨 错杀了20多个好官 回想起白天审时那不被理解的怨恨 想起被自己逼死的老人家 想起小男孩无助的哭泣 愧疚不已的刘统勋在心中暗暗发誓 他一定要查明镇继梁的去向 为死去的冤魂讨一个公道 而就在刘统勋心怀愧疚的同时 京城茅府内 苍场总督苗宗书令人精心编制了一株五股丰灯树 以五股丰灯之余向刚登基的乾隆县美 以图心地垂青 为此他特意收集了先帝雍正皇帝亲自种下的 倒数鸡脉树五种穗子 扎成一颗五股丰灯树 向乾隆寓意天下太平五股丰灯 看看 他长得像不像一颗万民伞呢 像 像像像 实在是太讽刺了 但苗宗书此时也还有他的烦恼 他欲藏场是狼米乳城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狼米乳城 生润之日就是我 苗宗书调离之时 苗大人 你可不能离开啊 苍苍这本肥肉 咱们不能留给爷的 为了咱弟兄们都有一把好柴虎手 梁苍这块青山 我苗某是留地 与此同时 苍场是狼米乳城深夜到储备国粮的太平苍茶仓 这儿的黄粮经常被爆出参甲 米乳城正想进去调查 却被苍场监督王连声拦了下来 原因是他的顶头上司苗大人此时正巧在里面调查 苗大人有欲 尽者力斩 米乳城心里微微一惊 他深知苗大人是个从来不查仓的主 眼下如此反常定是有文章在里头 一种不祥之感油染而生 但好在他毕竟酒精突变 脸上丝毫不露异色 他立刻中途折返回府 与自己府上的婢女柳寒月商议 这柳寒月名分虽是米府上的绝色女婢 可实际上是为一头拆还的诸葛孔明 辅佐米乳城这位二片金官效命朝廷的女师爷 柳寒月断定之风莫如鸟 这是大风将起的一个信号 此风为粮仓而光 为的就是连根拔起米乳城这个大树 柳寒月告诉米乳城 维基能帮他破解的 只有他的好友刑部侍郎刘大人 你是说刘统勋大人 老爷不是说过 这满朝的文物在结果眼上能帮您的 只有刘大人 男人刚当上那个学士刑部侍郎 就被一个老人拿着一杆肠秤难住了去路 老爷 那钱的有个疯子 在那路当家啊 那盆都是大错的他 刘统勋认出了眼前这人 是在大染房胡同口卖灵摊的老颂头 刘统勋凑凑身来看到老颂头脸色发青 就猜测他是让人给欺误了 于是为了让老颂头别挡马车的道 便吩咐吓人来拿钱 可老颂头却突然把怀里的秤杆递给刘统勋 示意他收下 不知所以的刘统勋以为老颂头送秤是为了感谢 于是便让他自个留下用 刘统勋摇头苦笑 上车服牵着马往路边绕着走 刘统勋临走前才发现 生在地上的那杆秤竟是一杆折断的残秤 刘统勋来到剃头铺刮头打便 想将今天的烦心事和头发一桶剔除 可向剃头匠一打听才得知是有内情 剃头匠不以为然地告诉刘统勋 宋大乘这名是他封了才被人叫上的 这老送头以前是个江南的欺品之县 但不知怎么一糊涂 给雍正写了个万言者 建议皇上打造十万杆收草粮的大乘 给每个收粮的晒场发放一杆 被摘顶子那天老送头一口气跑到京城 满街喊着要把秤送给皇上瞧瞧 还照样写他的那万言者 听完此话的刘统勋恍然大悟 老送头应该是有什么冤情 他立马赶往老送头住处 可老送头已经喝下老言露含怨自尽了 听住在附近的邻居说 老送头去世前还一直在喊 给大清国烧纸钱了 刘统勋猛地意识到什么 他快不来到瓦盆边上翻找 果然有几页还未烧尽的残子 还隐隐夹在指挥中 吹去灰烬看去 纸面上是三个道径的凯子之曹策 一股哀伤和失望 绝解了刘统勋的心 他明白老送头这是报过无门 对这事到彻底绝望了 才决定在自杀前 把纳干残秤托付给自己 希望自己能替他 完成未完成的报过理想 刘统勋此时又发现 老人的一只手挂在床外 手指全曲着 显然握着什么东西 他掰开老人的手指 将东西取了出来 眼皮不由自主地又猛跳起来 取出的是一只乌黑的秤妥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 刘统勋不知其意 还是出身于基层的马夫 告诉他才得知 秤妥的下边藏着一个大眼 这是征娘的官员 用缺金少两的秤妥片称 从而达到贪污的目的 哦 我明白了 宋大乘死了 还抓着秤妥不放 是恨这个秤妥呀 他要是带着他 去阎王爷那儿去告状 像他这样的人啊 吃了那么大的骨 阳间告不准的状 那只能到阴间去告了 刘统勋不信邪 他非要在阳间 就告到乾隆那里去 喜欢的朋友 拜托帮忙关注点赞 我在这里先行拜谢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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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